女女 我们结婚吧 你在说什么呀 你看旁边阿姨都在笑你 你在说什么 阿姨好 你是你男朋友吗 陈欣 对 是的阿姨 我是陈欣男朋友 哎 陈欣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我看怎么这么多这个 陈欣 对 我准备就是帮阿姨 在地里面把身家给他盘上去 他一个人腿脚不方便 我帮他盘上去 那陈欣 陈欣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我今天还要带你去见一个特别重要的人 你见什么人 等会你就知道了 我们先回去吧 那那个阿姨 我就先走了 我把这个给你拿上去 一会儿 那阿姨 我们就先走了 走吧 那走吧 走这边 陈欣 你不是说带我见个人吗 你把我带回家干嘛 陈欣 陈欣 你知道吗 三爸今天联系到我 说他最近老是梦到你 他说小时候是他把你带去丢掉的 他觉得内心特别特别的亏欠你 所以他给我说 他想把你寄到他家里面去住 三爸 俊哥 真的是三爸吗 对啊 而且 但是那次我和三爸相认后 他就一直不愿意见我 我以为他不想跟我相认呢 没有 陈欣 好了 我们先过去找三爸吧 三爸应该就在家里面 那我们就说怎么住在哪里 走吧 我看大门都已经打开着 好 走 走吧 三爸 嗯 陈欣 也坐下了 来来来来 哎 陈欣 走 我们先这儿坐下再说 走吧 我们先过去坐下 我们先坐 陈欣 我说你以前你小的时候我把你放在海盗树那个地方 但是我心里还是比较愧疚 因为当时的情况你妈妈又不能走家围比较窮 还有个你姐姐又还走着 没有办法 以后就只有把你放在那个地方 嗯 生活还是 嗯 真是不得你 你现在你回来就好 嗯 没事的 那个三爸 我也能理解 而且我现在也长大了 嗯 我也理解爸爸妈妈都不容易 那时候家庭条件也挺困难的 但是他们给予了我生命 我也特别的能理解他们 所以这不是你的错 三爸 对 三爸 对 三爸 陈欣没有怪你们 你就不要多想了 好不好 三爸 不要多想了 当然 陈欣 我有一件事情跟你说 什么事啊 你说 你这么多年了 你长大了 我把你放在那个地方 我也挺舍不得你 我们心里也比较愧疚 但是先生 我有个想法 嗯 我们既然都是一家人 你已经回来了 嗯 你就干脆跟我一起住 我们家里面就还有个哥哥 给我们一起住 你看行不行 这个 那个三爸 你的意思是 让我搬到你那里去住吗 嗯 因为你回来了 我们跟你爸爸都是亲戚兄 而且你也就是我的亲子女 你现在你回来搬到我家里去住 虽然说我们得好大的本事 但是你问把问题我是可以给你解决的 至亲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啊 啊 你看 你看你自己啊 那那好说吧 那我说很高兴的 那我就搬到三爸那里去住 君哥 你都说可以 那你就 你说过三四了 你就马上收拾你 嗯 东西就搬到我家里去 也对 到时候三爸比如年纪也大了嘛 就大小事情 我也对跟他有个照料 对 那这样 好三爸 那这样 那我们一会儿一起做个饭吃 就搬过去 这下好了 曾经又多了个亲人呢 嗯 那三爸 您在这儿坐会儿 好 我给你倒堆水 你在这儿坐会儿 我去做饭 不用 不用 我去做饭 好 曾经 我去帮你 三爸 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你就坐这儿休息 我和曾经去做个饭给您吃 嗯 好好好 走吧 君哥 啊 我总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怎么了 曾经 我觉得 三爸应该不会跟我相应的 曾经 你知道吗 前段时间 三爸就一直在联系我 他说 他想找你 他说你是他唯一的亲子女了 君哥 这次我和三爸相认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他的 我自己心里面已经想清楚了 就会把他当成我唯一的亲人对待 好 曾经 走吧 我们赶紧回家做饭 下午还要搬家呢 那走吧 我再摘两个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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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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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彼此消失